夏天來了 全國用電量快速的攀升 從6月1號開始改以夏季電價季費 一起可能會多出大概四到五百塊的電費 那整個夏天下來 電費甚至可能會高達上萬元耶 所以你想知道怎麼有效的節省電費 有效的替自己節省支出 避免讓電費變成你吃錢的魔鬼的話 那你一定要鎖定今天的小資理財加油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小資理財家 我新聞報導編號0412的路邊 夏天真的好熱 我每天都只想待在家吹冷氣 然後賴在小巴上 欸 你超廢欸 去年2020年全球平均用電量台灣排名第12名 你應該都是貢獻台灣用電量的那一個始祖吧 拜託一下好不好 夏季電費這麼貴 省電就是省錢 而且還可以保護環境生態 你不要這麼浪費好不好 我都只測一下下來哪有那麼誇張 你知道嗎 根據統計 都市裡每人每日的平均用電量是4.8度 兩個月就是288度 以夏季電費計價來說 兩個月就將近2000塊錢的電費 夏季電費計價到9月底總共有4個月 電費就逼近了1萬塊 但這還是最低計價 看看你這種整天耗吃軟桌 只會帶在冷氣房裡面的人 你的電費絕對會破萬元 還有 我之前才幫你省自裝費 你現在把你自裝費拿去繳電費 我覺得你這種人到底要怎麼理財跟存錢 你根本就是離第一桶金越來越遠了嘛 好啦你都要提到啦 你不要生氣啦 我剛剛就關掉啦 你這種人就是要有懲罰 那什麼東西 挑戰卡 欸欸 回來 這就是你今天的挑戰 挑戰卡 夏季省電大挑戰 一天一度電 一天一度電 對 你今天的挑戰就是你一整天在你家 只能用一度電 這怎麼可能 你剛剛不是說什麼 每人每日平均用電量4.8度嗎 你好囉嗦喔 走啦去你家啦 幹嘛去我家 來請坐 什麼請坐都我家欸 你是不是很開心今天要接受挑戰 哪有 我也都不想要 你今天要在你家挑戰一天一度電 嗯 但我好像還沒跟你說你有指定任務這件事 有指定任務 對 你今天會有不定時會接到指定任務 完成這些指定任務的同時 你必須要控制在今天只能用掉一度電 嗯 還有 如果你今天挑戰失敗 會有 你剛剛沒有說 你家電表在哪 那邊 我先去記一下你家電表度數 好了 我電表都記好了 你的挑戰可以開始了 這麼快 嗯 我剛剛在你們記電表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有想到幾招省電妙招了 我之前看過公園院有一個統計數據 他說 每年家中待機電器是占電力消耗的7.4% 所以 我決定要先把家裡電器的電源全部都關掉 然後把插頭都拔掉 要用的時候再插上去就好了 哎呦 好像很會 嗯 那你是不是只會說不會做 我要去用了啦 欸 你忙完了是不是啊 對啊 好喔 來 那給你一個獎勵 指定任務1 室內溫度低於26度 簡單 26度嘛 欸 我想 為什麼沒 開不了對不對 對 對啊 你剛剛不是很教說你有省電戰速 你忘記你把電源跟插頭都關掉了嗎 對喔 嗯 所以你現在不能開冷氣啊 來我幫你看一下喔 你家現在室內溫度是30度 嗯 你得自己想辦法讓室內溫度降到26度 20 沒關係 嗯 我有其他辦法 欸 你幹嘛突然出氣啊 你不知道吧 用拖地跟噴水物的方式 就可以透過水分蒸發來降低室內溫度 你知識了吧 走開啊 擋路 你剛剛那個方法是不是還好啊 我覺得還是有點熱耶 還是很熱 嗯 你還好吧 喔 我之前有看到網路上有說 有自製一款水冷扇 我來猜一下 你看 低於26度了 不要這麼激動 你只是完成第一個任務而已 第一個 還有喔 廢話 挑戰哪有那麼容易 來 指定任務二 煮白飯 那很簡單啊 煮白飯很簡單 對啊 你還是要想辦法用省電的方式做耶 煮白飯省電 好 沒關係 我也有辦法 好 欸你白飯煮好了喔 煮好了 那你用了什麼省電方式 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剛剛其實偷偷用了兩招 省電妙招 哪有兩招 就是我先把那個電鍋的內鍋先洗乾淨 這樣它的導熱效果就更好 然後再來我就用那個熱水煮飯 這樣的話的飯就可以更快煮熟更省電 我覺得這一點都不像是你會想到的東西 你是不是有偷腸 這不重要好嗎 那我要先去買那個配菜了 我的白飯快好了 在吃飯喔 嗯 對啊 那送你一個配菜啊 你就不能讓我好好吃飯嗎 今天有說啊 會有指定任務啊 指定任務呢 飯具 簡單 可以簡單 欸跟煮飯一樣喔 要用省電的方式執行你的任務喔 這也很簡單 我跟妳說 我平常看劇的時候就會用一些要省電的方法 我會選把那個亮度調到適合的亮度 然後戴耳機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省電的作用 你不要吵我了 欸 你要幹嘛 你怎麼還在 廢話我今天要監督你有沒有省電 好 妳要幹嘛 我就開冷氣而已啊 不行啊 妳今天只能用一度電耶 我知道 我跟妳說 我開冷氣也有小配搏的 在開冷氣的時候 我會把電風扇向上吹 這樣就可以加強冷氣的冷度 不用把冷氣溫度調低 就可以節省更多的電力 厲害吧 先不要開心的太早 妳今天的挑戰任務是一天只能用掉一度電耶 我覺得經過一整天 我們最後結果是要看妳有沒有挑戰成功啊 嗯 妳覺得妳有信心 我覺得我還蠻有信心的耶 因為我今天用了蠻多省電妙招的 我覺得成功節率應該很高 好啊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妳家的電錶度數 好緊張喔 好 七六四七 你看 哇賽 這個剛剛 我們剛剛到妳家的時候才多一度耶 厲害吧 哇 代表我那些妙招很管用 好啦好啦 算妳挑戰成功啦 好可惜喔 我今天幫妳準備了三個懲罰都沒有用上 哪三個 好 我覺得三個都很可怕耶 我最怕那個彈下巴 彈下巴是不是 還好我有成功 沒關係啊 有日方長 下次我們就走著瞧 今天這些省電妙招 大家也可以在家裡試試看喔 喜歡小字裡才嫁的朋友一定要記得 追蹤我們的IG還有訂閱官方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繼續鎖定小字裡才嫁喔 我是路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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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啦 看完今天的節目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心得 一定要記得訂閱喔 訂閱定起來